团结政府一定会支持KKMark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欢迎来到网红观察室 理性辩论不是吵架 那昨天自远的第三方视角就上了这一个视频 他认为团结政府一定会支持KKMark的 有两个原因 第一点就是政府现在的治国方针 最主要就是想要去种族化 不要让马来西亚充满着这一个种族的色彩 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纠纷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就是政府会触手干预 是因为他们希望了这一个经商环境 要确保这一个商家 不管你是外资还是本地企业 都要对马来西亚的经商环境有信心 那如果这一个KKMark的事件闹得太大 太严重的话 是会严重影响这一个商人 对于我们马来西亚经商环境的 这一个可信度的 OK,这是他的第二个论点 那么今天我有不一样的观点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 政府在这一件事情上可以有几种态度 我认为有三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就是政府全力支持这个KK 就像志员所说的 OK,什么叫做全力支持 或者是政府支持KK呢 OK,首先就是政府要出来 大力的帮这个KK讲好话 并且要呼吁这个广大的穆斯林 够了,停止,不要再闹了 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那第二种态度就是政府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怎么叫做中立态度呢 中立态度也不意味着政府完全不闻不问 中立的态度仅仅就只是政府传达 或者是把这一个KK已经道歉两次的 这一个既定事实呢 告诉广大的这个马来网民 不管是通过媒体也好 还是通过部长喊话也好 政府的态度只要是 只是陈述既定事实 没有多加干预这一个市场的这一个举动呢 那么政府的态度就是相对中立的 相对中立不代表他完全站在中间 完全只是站在中间看好戏 完全不闻不问 不是这样子的 中立的态度就只是尽可能的陈述既定事实 那第三种态度呢 就是政府有可能会谴责这一个KK 谴责他们亵渎宗教 当然这是政府有可能采取的三种态度 先摆在这里 那么我今天的立场 我认为政府不会全力支持KK 只会维持中立态度 当然政府不会去谴责KK 因为一旦谴责KK呢 其实就会像这一个志源所说的 他会把这一个商业的环境搞得非常的糟糕 对于商人来讲呢 商人肯定就不再相信马来西亚 是一个适当经商的环境 因为但凡我做错了一点点事情 而且是无心之过呢 就有可能会被广大的这一个消费者杯葛 而且政府还可能会谴责我 那么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经商环境呢 就会荡软无存 所以政府是不会采取这一个动作的 那就只剩下政府支持 或者是政府中立 那为什么我不认为政府会完全支持 不会站出来 出到很前面去帮这一个KK说话呢 只会保持中立 就是因为我们不可以忘记 广大的马来网民现在到底有没有杯葛潮的存在 现在据我所知 因为我去下载了超过一万条马来网民的这个留言 我发现有很多的马来网民呢 现在是要杯葛KK的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如果政府贸贸然站出来当了一个出头鸟呢 是很容易直接被反对阵营 还有广大的马来网民判定 政府跟着KK一起泄图宗教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指控来的 因此政府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我不认为他们会去当了一个出头鸟 他顶多就只会站在中立的角度 尽可能帮KK多说一点点的好话 而这个好话也必然是KK已经道歉的既定事实 他不可能超越这一个既定事实来帮KK站台 这是我认为政府当下应该会做的事情 那当然如果你问我 政府理论上应该要采取怎样子的态度呢 理性上如果我们完全站在乌托邦的角度 美好的幻想里面 政府当然应该要直接站出来力挺KK 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度 有很多政治现实是我们不得不考量的 那等一下晚上9点钟的时候呢 我会做一场直播来跟大家分享 超过一万条马来网民留言的分析 我会告诉大家 到底有多少百分比的马来网民 是选择坚定背一个KK码的 那欢迎大家点击影片下方的这个链接呢 来看我的这一场直播 当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直播应该已经开始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看这一期的网络 网红观察室 那以上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好